請慢用 他們家的菜做得很好 尤其是那種辣的味道的菜 味道非常充足 什麼時候有機會帶你去嘗嘗 好啊 下回咱們去 你好 左凱 這麼巧啊 對了 給你們介紹一下 這位是凱旋地產的老總 鄒凱 這位是我的好朋友 剛從美國回來的 我請他過來吃個飯 你好 對了 不打擾你們的私人生活了 走吧 一會兒我們去哪兒啊 都可以啊 替你安排喽 我還會單純 你這麼看著我幹嘛 你是故意給我看的 這跟我有什麼關係啊 想不到你是這樣的人 你們都沒有錯 錯的人是我 慢點 慢點 嗯 來 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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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慢點啊 別說了 慢點啊 站住 媽 你又喝多了 高密你怎麼回事啊 你不看著他點 讓他喝那麼多 媽 媽 我 我沒喝多 那 媽 我照顧他 你先去休息吧 媽 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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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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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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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慢走 注意安全啊 拜拜 手转告捷 你就等着听我胜利的好消息吧 喽喽喽喽 喽喽喽喽喽 帮我用一下陈律师 今天我要见他 周总 成万公司的计划书 已经做好了 万全地产那边的合作 也已经发出了新的意向 你先出去吧 好的 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一言未定 一言未定 谢谢阿姨 不客气 希希 爸爸 爸爸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阿姨 是你女儿啊 阿姨 你认识我爸爸 我是你爸爸的病人 太好了 然而你们早就认识了 希希 姐 看看 已经到了吃鸭的时间了 妈 一会儿布置姐姐又要找你 快去 走吧 希希 阿姨 高阿姨 再见 再见 希希 你女儿挺聪明的 也挺可爱 你今天就出院是吧 你以后离希希远一点 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她是个孩子 也是个病人 你千万不要让她做那些 不切实际的梦 也不要把你那些 奇奇怪怪的思想 灌注给她 王大军 你从来都没有想过 你女儿有一天 会病好出院 对吧 你想让她在医院 住一辈子吧 你什么意思啊 她是个病人 可她也是个孩子 她难道不应该 跟所有的孩子一样 都有自己的梦想吗 你问过她吗 你问过她吗 问过希希吗 她喜欢做什么 以后想干什么 如果有一天她出院了 你不应该跟她一起去 完成她的梦想吗 而不是只把她 当成一个病人 请查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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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南公司上班 还一夜不归宿 不就画个图吗 回家画怎么来呢 图上没写秦南公司的名字 我不是怕穿帮吗 我心虚啊 那这也不是个长久的事啊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 我能怎么办 接 你接 我 我 我接你接 不是 那我 我接了 喂 喂 嫂子 阳光跟我在一块呢 跟我在一起 你放心吧 你稍等啊 嫂子 喂 老婆 干嘛呢 忙 忙着呢 对 对 对 我帮大刘干点事 对 他忙不过来 你就放心吧 告诉你吧 就你跟大刘在一块 我才不放心呢 我知道 我知道 放心吧 大哥 你今天能不能早点回家呀 我想吃红烧肉 今天啊 嗯 那么今天恐怕不行 大刘这边事还没忙完呢 那还要多久能忙完啊 还有一会儿 还有一会儿 弄完就得了 对对对 非常好过来啊 我不管啊 反正我要吃红烧肉 你早点回来 好好好 放心 你家刘爱珍似的 跟我在一起 有什么不放心的 不是 他呀 特意跟我说的 就是觉得我跟你在一块儿 他才不放心的 我 那么没有安全感吗 我跟你废话了 我先回去了 袁哥 你们感觉你这几天挺累的 要注意身体啊 好 你先到 谢谢 杨总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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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杨总 杨总早 杨总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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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总 喂 喂 杨哥 你早上给我发的那个PPT 有个设计图 它现在显示不出来了 你能给我再发一次吗 不是 我这也没有啊 在大刘那儿 在他电脑里呢 你平时不是都会带 那个备份的硬盘的吗 不是 咱们之前不是都谈好原则了吗 我上班的时候不能给你工作 我知道 可是我现在不是着急吗 对方说如果下午看了没什么问题 明后听说不定就有好消息了 杨哥 你去帮帮忙吗 我现在特别着急 而且现在也是午休时间 发个邮件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行 行 那我看看啊 我看看 先挂了 嗯 好 嗯 好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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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离婚 为什么离婚 不是你提了离婚吗 我同意了呀 你是不是因为那天看到 汪语有别的男人 就牵动于我是吗 你停 高密 咱俩的事就是咱俩的事 不要提别人行吗 还有我警告你 不要利用离婚 和拿离婚开玩笑 我能听我没有想清楚 不是我想清楚 骞子 你们俩干什么呢 你们俩要干吗 离婚 你们俩过家着呢是吧 当初你们俩结婚的时候 说结就结 也没跟我说一声 现在说离就离呀 儿戏呀 你想干什么 我问你 妈 这是我的事 你能不能不参与了 我告诉你 你是我儿子 这事我管定了 还要我跟你说 高密现在肚子里 怀了你的孩子了 你别惹她生气啊 万一她要出了 什么事的话 我这辈子都不会饶了你的 你给我老实点 你真的决定了吗 这么长时间以来 你的工作表现 一直十分出色 作为你的上司和朋友 你离开 我认为这是我们公司的 一个巨大损失 公司愿意为你破例 你说你要专心养病 可以先办提心留职 等到你恢复得差不多了 还可以再回来 我就是不想给自己 留任何的后路 我想彻彻底底地放松一下 你也知道 这段时间 我经历了很多事情 也想明白了好多事 有的时候人吧 走得太急 反而失去的更多 我想听一听 七夕 七夕怎么不见了呢 七夕没在床底下 也没在卫生间啊 七夕藏哪儿了呢 找到你了 阿姨你吓我一跳 快出来 你怎么藏在这儿了 最近爸爸老念我 不是姐姐也老念我 他们一会儿 会让我吃饭 一会儿让我休息 一会儿又让我吃药 我没时间画画了 你在画什么 拿给阿姨看看 我在画艾莎的斗篷呢 这是我给她设计的 她是个女王对不对 她特别酷 阿姨帮你改改好不好 好 这个颜色 看看 是不是更像女王了 嗯 店得更好看了 西西啊 嗯 咱们之前是不是都约好了 要快点把肚治好 然后赶紧出院啊 嗯 对啊 那你怎么不吃东西呢 你不吃饭 那身体里的小战士 怎么能战胜疾病呢 阿姨 你当我几岁啊 拿这些事情来骗我 反正啊 我写不出稿子的时候呢 我就猛吃东西 要吃很多好吃的东西 这样呢 就补充了能量 脑子就开心了 我就可以写出稿子了 真的 嗯 你要不要试试 我试试 你试试啊 嗯 我要补充很多能量 我们先说口汤 西西嘞 口汤 来 好喝 好喝吗 嗯 好 吃吧 西西 嗯 以后阿姨不来的时候 你可以一个人吃饭吗 可以 那我们拉钩 哎 拉钩上吊一百年 不许变 谁变谁是小狗 对 谁是小狗 盖章 吃吧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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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要碰了啊 哎 姐 哎呀 干嘛呢 公司小 东西堆不过来 只能放门口了 嗯 等我下午清点完了 我立马放到仓库去啊 不知道什么呀 这是 哈 您还不知道吧 自从您拿下书客项目之后呀 我们在业内就火了 现在唯品会来找我们 给他做营销宣传 不错啊 可以啊 嗯 可是这个 我知道您的规矩多 甭管多大多有名的品牌 他送来的东西啊 我们都要亲自验看 嗯 口碑 是我们第一要保证的 可以啊 有点我的风范了 姐 你别吓我了 我呀 就跟你学点皮毛 回头要跟你学的东西啊 太多了 行了 别耍嘴了 整理一下资料 发给我 咱俩研究一下报价和推广 咱俩 咱俩 我心里想看你 我心里想看你 你能做敌人吗 我本身要做敌人 你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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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饭了 你吃饭了 你吃饭了 不是 我跟宗凯现在这样 你们帮我出入主意呗 他都这样了 你还是不想离开他是吗 我不是不想离开 我是不甘心就这么离开 我之前没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不明白 可是我现在有了孩子 不一样了 我得争一争 我觉得你要想清楚啊 值不值得你爱 谁说我要爱他了 姐 我要直到今天我还看不清楚 那我高明就真的傻 那还费什么话呀 撤呀 像我一样 修身养性 自由自在 一个字 美 姐 我刚刚跟你说了这么多 你怎么还是不明白呀 我就这么撤了 不正中邹凯下桓吗 我不走 我还要搭着肚子 在邹家大摇大摆地走着 我看他能扔我到几时 等他邹凯忍不了我的那一天 就是他付出代价的那一天 我听明白了 高大小姐 你是想用孩子套劳他 对吗 怎么可能啊 姐 你觉得邹凯是那种人吗 不过我肚子里的 现在可是邹家的孙子 那可是金伯伯 如果到时候真谈离婚 那我至少也有谈离婚的资本 我觉得你这步棋有点险啊 弄不好 你就会引火上身 再说你不是都想好了吗 也不要他们家钱 是啊 我是没想要 其实我靠我自己 我也可以过得挺好的 可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这凭什么邹凯他想结婚就结 他想离就离 姐我决定了 我要把孩子生下来 秘密 绝对不能让邹凯 这么轻飘飘地把我踢开 我觉得你应该冷静一点 你现在有点太冲动了 理智一点 咱们从长计议 是不是高大上 对 是 什么呀就是啊 是啊 我们刚才说什么了 就是啊高大上 我出了这么大的事 渣男要跟我离婚 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是不是根本就不关心我 你解离不了呢 别瞎折腾了啊 今天我还有事 改天再和你们约 不行 坐那儿 坐那儿 我真有事 正事 特别重要的事 你 谁啊 谁啊 王大全女儿 你们俩不要这样好不好 高大上 你们俩都发展到这步了 哪步呀 不是 我跟她什么都没有 我的天哪 王大全的女儿西西 今年十岁 得了白血病 她妈妈又不要她了 多可怜啊 我这不是正帮着联系专家呢吗 高大上 你是不是对王大全动心了呀 凭什么呀 她哪点值得我动心啊 凭我对你的了解 你已经动心了 拜托 你们俩别这么细多好不好 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你们俩长辈呢 别没大没小的啊 长辈 长辈 慢走 好 可以呀她 姐 我怎么办啊 怎么说不明白了是吧 你还没睡呢 等你了吗 你不回来我怎么睡 怎么不睡觉啊 怎么最近都这么晚回来啊 那是 对 现在项目太多了 催得又急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 好 秘密怀孕啊 又回了 嗯 这回是真的啊 怎么说话呢 当然是真的 真的 那真的好 我替她高兴 挺好 怎么 什么情况 好 老公 突然 多重山赶起来 老公 说 要不是因为我失误 我们也不会失去之前的报告 真的没怪过我吗 发生了已经发生了 过去的事提她干嘛 我怪你也没有用啊 对不对 咱们啊 得朝前看 咱俩祖前的家庭 好事坏事 都得咱们自己去分担 再说咱们也年轻了 还要的是机会 是吧 相信我 我们一定会再有我们的宝宝 那是肯定的 一年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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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三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 等你生完孩子之后 我会补偿你的 补偿 直说吧 多少钱 原来你一直以为我跟你在一起 是为了钱是吧 不然呢 很好 很好 我本来以为我可以图感情的 无所谓了 你还怎么想怎么想 你还怎么办 好 好 手滑了 手滑了 请大家喝水 剩的半仙都给你拿回来了 没吓到你们 杨公 是不是吓得小心脏扑通扑通的 我没事 没事 杨公 我问你个事 现在凯旋地产的事情 不归您负责了 赵总是不是又给您安排什么 别的新任务了 赵总没给我安排其他项目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我看您最近凯旋疲劳 您多注意身体 您可是我们的顶梁柱 好 谢谢关琪 你看你 就这么客气 凯旋地产的事情 我还是多向您请教呢 有什么需要随时来找我 我不是怕打扰你休息吗 没关系 再睡会儿啊 好 渴了喝一杯 好 谢谢 王大夫 是吗 西西怎么样 西西这两天状态特别好 吃饭也特别好 刚刚还拉着我 要跟我设计衣服呢 我好久没看她 这么开心过了 是吗 嗯 你进去看一下吧 好 王医生再见 嗯 西西 爸爸 吃饭呢 嗯 好吃吗 蛮好吃的 嗯 你在学英语吗 嗯 怎么突然想起学英语了 人家继犯西十岁的时候 就想举办自己的一场秀 那我以后要是去办秀 到国外去 不跟人家说话吗 到时候什么都听不懂多尴尬 要打理 高阿姨说了 人的梦想有多大 将来的舞台就有多大 我现在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以后 能实现我梦想做准备呢 我说得不对 对对对 非常对 哎呀 什么情况啊 今天下班这么早 给自己放了个假了 放假了 嗯 那回家陪你媳妇上去 跑我这来干嘛呀 你干嘛呀 你都放假了 说明秦南妹妹也放假了 你回家好好陪你媳妇 我呢 去约我的秦南妹妹 要不然啊 被人约走了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哎哎哎 我找你有事 什么事啊 我辞职了 你不在秦南的做现职了 不是 那什么事啊 啊 尊敬的领导您好 哎 行光 你不知道我姓赵啊 你说咱们现在玩得挺好的 辞什么职啊 啊 你看看你啊 你现在也是公司的老人了 啊 也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不就是那个项目 一时换了别人了吗 你不至于就因为这么点事儿 你就想不开了吧 再考虑考虑好吗 赵总 不光是这个事儿 我是真觉得 就我现在的状况 我太适合继续在公司干下去了 怎么不适合在我这儿干呢 我看你今天状况很好啊 对了 你是不是想涨工资啊 是啊 涨工资这个事情 想一想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 最近不行啊 公司最近资金紧张啊 我一时半会儿的 还没有这个能力 给你们涨工资啊 不过你有这个能力啊 你回头你到外面再给我 弄几个大相机来 好好干几个 你前途无量啊 挣了钱以后 我可以给你们涨工资 赵总 其实干私活儿那个事儿 跟秦南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我自己接的 真的 而且 最近 我手头上也没什么活儿干 我也 在外边接了点私活儿 做了点坚持 这事儿 你打算怎么跟刘爱说呀 不知道 所以才找你 你平时 什么事儿不跟我说都可以 辞职这么大事儿 你怎么就不知道跟我商量一下呢 你觉得这事儿能瞒多久 怎么办呢 我都习惯了 这个呢 是你的一贯作风 接下来就看你怎么跟我留爱那罐吧 门上不响了 竟干你这大事儿 走一步看一步呗 你不用跟我解释 我 我 我 现在我回家就去问你 如果他真有这事儿 我算你了 如果他没有我跟你没完 我告诉你 刘爱来了 怎么了 周妈先走了啊 周妈怎么了 完了完了 这回真惹劲啊 我不小心把周凯 妈妈有日子 顺着她说了 她说我妒忌她 然后她还退队了 真急了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 什么都能说 这事儿不能说 我知道我错了 我最不该说 这是不是他气人呀 亲爱的 这不是冰天到晚的挤着咱们 然后就狂显摸他们 说我们周凯呀 有钱呀什么人好啊 我最受不了的是 她说你跟杨光两个 什么权有 哪儿都挺好 就是穷没钱 那人家说的是实话呀 实话也不能那么说呀 当着我说 妈 你这 哎呀完了 这回彻底完了 杨光 杨光咋 早 杨光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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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啊 我辞职了 赵总刁难你了 不是 有人给你下套 也不是 那还是为什么呀 说心里话 我是过不了心里这个坎 本来呢 我是想把凯旋地产 那个项目做完了 然后再离开 是吧 这中途就换人了 所以我一想 我这拿着公司的工资 这还老干着你这儿的活 实在是太别扭了 所以我干脆就辞职了 没事 辞就辞了呗 我这儿多好啊 我帮你收拾东西 不用不用 多谢不多 没事没事 这什么时候招的呀 这么年轻 好 这个是我大辞他大义的时候 都这么久了 你们感情还这么好啊 真羡慕 你没看我们吵架了是吧 性格这么好 还要跟嫂子吵架 谁还没个脾气啊 对了 你辞职的事 有跟嫂子商量过了 还没说呢 那要不要我帮你去说 不不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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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用 我我自己说 我 我找合适的机会自己会跟他说的 什么 这是你新幸福的钱 哎呦 你还有心思在这儿看电视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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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去啊嘛 不是 找你大姑对质去啊 她说邹凯不老实 你说她要说她别的吧 我也就认了 可是你们这刚结婚 她就说邹凯在外面有外衣忽搞 妈咬不下这口气 走 咱找个贵贵去 妈妈妈妈你们别走了 你别激动 你别气啊 来来来来 那个 你还跟大姑说什么了 我 我当然说她没安好心眼了 里外也没看住 弄个劳碌命 我跟你说呀 她就是见不对你嫁得好 故意找个借口 编排邹凯 说邹凯呀 在外边有外遇呀 出轨呀 真是的 人邹凯什么人哪 人天生有钱人 人什么世面没见过 什么女人没见过 要出轨还等到今天吗 我跟你说 我今天就把话给撂在这儿 我的好女婿要是能出轨呀 我陈凭令三个字倒着鞋 妈 别气了啊 我给你按按 气 别气啊 幸好 你没发更多的事 你可别吓我妈 没有没有 我给你按按 不是 你啊 来来来 来你坐着 你坐着 其实邹凯这个人哪 他不错 他呀就是老板当惯了 有时候脾气大了点 他有 等等 我这心里怎么 怎么那么慌道慌啊 秘密啊 那个 你看着妈的眼睛 你告诉妈 走开她 妈 妈 你说呀 秘密 秘密你跟我说呀 秘密 都是这么回事啊 秘密快跟我说呀 妈 那走开在外面真的有人了 好你个走开啊 秘密 对我平时这么信任你 居然就出这种心情来 咱们不能咽下这口气 你马上给你爸打电话 我们俩给你出头去 妈 你把道挝去 妈 你干嘛要打电话呀 妈 你干嘛要打电话呀 妈 妈 妈 不能打 你冷静静听我说 不能打电话 不能让我爸知道 让我爸知道 也就是多一个人替我担心而已 不是 那不一样 要让邹凯知道 我女儿不是白给他们欺负的 妈 我知道你为我操心 但是真的不能去 你跟我爸如果就这么去了的话 那我跟邹凯 我还不就真的彻底黄了 且不说 他们家家大业大 那么多司机运用人保姆 你们是不是能打得过 就算你跟我爸真的去了 把邹凯打了一顿 顶多就是出一口恶气 那之后呢 你有想过之后怎么办吗 你难道 真的忍心看我爸每天辛辛苦苦 在外面拉活 养活我们一家四口啊 那 那 那现在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呀 妈 您先别着急啊 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的眼睛 看着 看着 你相信我吗 相信 相信我是吧 那您慢慢听我说好不好 哦 说 妈 首先 这件事情 绝对不能让我爸知道 那 这 这么大的事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我们现在哭啊闹啊都没有用对不对 哦 其实实话跟您讲吧 我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之前我也想过试图去感化他 可是您多聪明啊 你看您一眼就看出来了 邹凯是什么人呀 他见过那么多大事面 如果他能轻易被感化 怎么会轮到我高密跟他结婚啊 对吧 哎呀 所以这件事情 也怨不得别人 妖言就怨我自己 当初 是我自己心甘情愿 非死皮赖脸的瞒着你跟我爸 自己去偷户口本 非要跟左凯结婚呢 要不说 当时你爸不同意呢 看来 他是对的 把钱都识广啊 嗯 所以 我们就更不能让他知道了 那 那你打算现在怎么办呢 先 拖着 拖着 那 那你肚子里的孩子呢 就是因为现在有宝宝了 所以我想拖着 其实 我是在讲这段时间 安安静静的 什么都别去多想 给宝宝一个好的环境 给他一个好的胎教 嗯 然后 做好我 做妈妈分内的事情 嗯 也好也好 现在呀 咱们就安安静静的 先把孩子生下来 然后再去找他们家 好好聊聊 只是 只是这段时间 委屈你了 我 你怎么 又离花带雨的 你干嘛呀 你跟我演戏呢 是吗 坚强 你跟我说过坚强 对不对 而且 这委屈什么呀 来 摸摸摸摸 是吧 我们要变成一家四口了 而且 不还有你跟我爸照着我吗 咱们什么都不怕 对 不怕 对 开开心心呢 而且 这也是我自己不该 之前我不老跟我爸顶嘴嘛 说什么我都不听 这下好了 我这我自己刨的坑 让我长个记性 我自己吐血把它给填上 你看你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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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来了 行行行 乖 来来来来 给姥姥倒杯水 来来来 姥姥喝水 姥姥喝水 姥姥你怎么哭哭啼啼的 这伯伯知道 姥姥哭鼻子了 哦 姥姥 不哭 我喝水 不哭 不哭了 不哭了 老婆 老公 在公司呢吗 我去找你 晚上咱俩一起吃火锅 什么公司 什么哪个公司 不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我现在不在公司 那你在哪儿啊 我 我在大刘公司呢 我们俩谈合作呢 老婆 你在大刘那儿啊 可以 没问题 我离他那儿近 我找你去 不用 老婆 不用不用 你这样 你直接去吃饭的地方等我 好吗 我马上就过来 说好了我找你 你等我 马上到 不是 老婆 喂 喂 喂 师傅 还有多久能到啊 你不看到了 在那边堵住了 这能不能想让我绕着我 我这也着急啊 两边前一车 我怎么能飞过去吧 师傅 钱给您了 喂 喂 大刘 我跟你说啊 我跟我媳妇说 我现在在你公司呢 对 她现在过去了 她说比我先到 你帮我扛一会儿啊 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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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过一下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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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嫂子来了 来 快进 快进 哎呦 你看你来就来呗 还要给我买什么东西啊 别臭美了 那是给我老公买的 我老公呢 刚才还在这呢 我去看看 好 在这呢 你这是刚 刚到啊 上厕所了 太 太热了 上厕所掉马桶里了 全是水 就是太热了 我洗了个脸 太热了 这天 上厕所还用背包吗 好 那个 哎哎哎哎 我我就说你在我们公司就跟自己家一样对吧 你老背那个破包干嘛呢 总怕我窃取他们公司商业机密 真是 嗯 谁 嗯 杨光 腿怎么还软了 嗯 那个 就是蹲的时间太长了 有点麻 麻啊 哪条腿啊 我帮你揉揉揉 不用不用 老公不用了 这是公众场合 咱们赶紧回家 那我现在给你买东西 你拿走吧 走吧 没事 男生好 是这儿 是你交腿你交腿 你告诉我女朋友 我帮你揉揉 慢走啊 嫂子 我先走了 好 嫂子走走走 哎哎哎哎 慢走啊 嫂子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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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 你怎么办 老婆 老公 你今天骗我了 不是啊 怎么可能 那你今天 是几点钟 去的他们公司呢 两三点好像 网上说 一个人的眼睛向左转 说明他在思考问题 向右转 是在撒谎 你刚刚回答我问题的时候 你的眼睛 但是 那个眼睛 到 symptom 你现在立刻 那个夜店放在这个里面 我会在的 我心里压力太大 还是睡觉 喂 喂 红奇 是我的位 有事吗 你 你这么上吊了我的微信 我没必要留着 好 你最近怎么样 我真的想了你 我过得好极了 没事 别总给我打电话 我就说 你们 小多 你还没去 我都不想 但我这就 你会将我 你那个 你说你 我对你 我 放心吧 我听人家说 产前多运动 有助于顺产的 高蜜 这样 我陪你去吧 你等等我 我就拿衣服 不要因为是孕妇 就吝啬你们的力气 在有效的范围内 加大运动量 对你们和宝宝 都有很大的帮助 行吗 行 高蜜那个腿 抬高一点 高一点 还有高啊 这位是 是我婆婆 你好 这么做 真的不会影响宝宝吗 不会 非常地安全 陪着孕妇来做运动啊 无论是动作的配合 还是孕妇的沟通方面 都会好一些 希望您常来 也希望她的先生 可以出空来 我儿子平时工作挺忙的 不过这样吧 下个礼拜 我肯定让她过来陪她 好的 好 大家放松 今天上午呢 上半部分的课程 已经结束了 怎么样啊 大家休息二十分钟 没事 开始伸展训练 没事 你看你流了那么多汗 没事吧 没事没事 切记 不要吃得太饱 解散 谢谢大家 我跟你说啊 我这老胳膊老腿 真是不行了 我跟你说 我不能跟你们年轻人比 我这 我这练一天得缓三天 妈 今天辛苦你了 我先擦擦汗 哎 对了 我还准备了水果 还有小点心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 都是你自己准备的啊 嗯 哦 真能改 我给您弄点水果吃 来来来 我自己来 主要上次我做产检 然后医生说我有点低血糖 你也看到了 其实刚才运动量挺大的是吧 我觉得 我想在这个节骨眼上 安全第一 而且我怕饿着孩子 我就准备挺多的 那你低血糖的事情 邹凯他不知道啊 他不知道 我没跟他说 再说这是小事 我自己多注意就行了 那你应该告诉他 他毕竟是孩子的爸爸 我跟你说 邹凯他工作 是很忙 但是生孩子是一件 特别大的事情 他不能一点都不操心 我跟你说 我这个当亲妈的都看不过去 哎呦 妈 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 我就不希望 这点小事让他分心 妈呢 是过来人 我就跟你说一个真理啊 男人都是女人惯出来的 你越是什么事情都自己做 他越觉得 哎 我什么都不用管了 你就从今天开始 回家以后 什么家务活都让他干 记住啊 他是孩子的亲爸 不是后爸 明白吗 妈 你要笑死我了 结果我明白了 我记住了 来 你尝尝这个 这是与其豆沙包吗 对 这点都可好吃了 哦 看起来不错啊 那我尝尝啊 嗯 这上次本来我就买了 但是还没给您尝过呢 今天正好给您尝尝 嗯 挺香的啊 嗯 挺好吃的 哈哈哈哈 昨天晚上我媳妇那个叫沈墨 啊 我跟你说 要不是我心理素质过硬 我可能就真找了 啊 哎哎 我跟你说话 你听见没有啊 秦南什么时候来的 谁说秦南要来的 他不来啊 嗯 那我来干嘛呀 每天上班后累了 我走了 哎哎哎哎 坐坐坐坐 干什么呢 你这重色听要也太明显了 一点都不在掩饰的 哼 我掩饰了 没掩饰住 不是 跟你说正经的呢 你帮我想起办 就是我在秦南公司上班这事 我怎么跟我老婆交代 啊 你还没说呢 啊 啊 喝喝 喝什么喝 你赶紧给我抽出主意啊 喝呀 跟着跪下吧 我这找你找谈正经 跪还是不跪 来 你跪了啊 跪了 我还请你吃饭 好吧 啊 其实很简单 你就实话实说 工作没了 还找不到工作 齐南的工资又高 还分股权 所以你就来了 不是 你废什么话呀 这办法要零的话 我还找你出什么主意啊 我说得没错呀 不是废话 不是 我跟你说啊 这事要是其他人的公司 一点问题都没有 可偏偏就是齐南的公司 而且我跟齐南拜把的那事吧 你看我老婆跟我闹过一回 这 这回实在过不去了 你了 该 该出事了吧 我再教你一招 前面的话你都正常说 如果刘艾生去了 你就说 别担心 但刘跟齐南是一样 怎么可能呢 那时间插了穿帮怎么办 穿不了帮 穿帮之前 我都把齐南追到手了 你有大本事吗 我怎么就没这本事了 你就不能怕我点好 我问你啊 除了这招以外 你还有别的更好的罚子吗 也是 就是说嘛 兄弟都被你两肋插刀了 我们这一顿饭 肯定是不够抢的 你还得多情景了 还两肋插刀呢 别插刀了 这么多签子你慢慢插吧 您好 您好 有事啊 那个 希希让我把书还给你 王大全 你进来一下 上边有几本杂志是给西西的 你拿也得给带回去 还有一本 你有新买的 对啊 不对称 今年流行 你不知道吗 告诉我 秦总 你找我啊 你那个新的设计房我看过了 真牛 师傅 我给你点个赞 好 那就是一草图 你要打算那路子走呢 我就再好好弄一下 你这是干吗呢在这儿 我这之前不是看你做模型来着吗 所以我就想试试 然后就找那个设计部的图纸 就自己弄了弄 但我总觉得好像脑不对劲 缺点什么 你还有这先情一致啊 那你慢慢闹 师傅 你不帮我一下 我帮你 我帮你 怎么帮啊 这 我这都弄了好多天了 你帮我一下吧 帮我看看是哪出的问题 来 来 师傅 你去帮我一下 来 去 我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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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都弄了好东西啊 这都弄错了 好 这结构有问题 有图纸吗 把图纸找上来 图纸 有吗 哦 有 有 这是什么呀 师傅 哎呀 我 我不小心啊 浇水吧 你等我一下 你等我一下 你看看看 拿纸 拿纸 好 不行不行 拿纸 不行 我 我自己洗一下去 你别管 你等会儿啊 小丽 我跟你说 这一季对我们来说 非常重要 绝对不能出现的问题 知道吗 嗯 资料都准备好了没 行 我知道了 那咱们车站见啊 好 再见 我生这儿呢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哥把相机了吧 哎呀 我又抖嘴了是不是 他现在在哪儿 不知道啊 嫂子你说 杨公 杨公会不会每天背着包出门 假装去上班 然后一个人去公园 坐那个长椅上 用笔在报纸上勾勒着招聘气息 渴了就喝一口矿泉水 饿了就吃一口法旺 不都说嘛 人生最苦是中年 哥这是中年离职啊 更苦 嫂子 看开点 别给哥太大压力 好吗 你是不是日剧看多了呀 没听过咸鱼翻身 逆流而上啊 我好心 嫂子 您好 请问杨光是在这儿上班吗 是的 请问您是 我是她太太 有杨总监在楼上呢 师傅你眼睛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就熏得慌 睁不开眼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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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进眼睛 没事 您快指呢 没指了 对对对 你当一下 我打指 快 都黏上了那儿了 行吧 我自己拿 眼睛眼睛 好 我自己拿我自己拿 我也没弄你手上 没事 没事 我过你弄一下 就是薰的 衣服上 衣服上好多呢 我帮你脱不了了 师傅 要不 要不你把衣服脱上 我帮你洗洗吧 没 没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帮你脱吧 你别 别 别弄 我自己脱就行了 没事 没事 我帮你脱吧 你别弄 你别弄 别弄到我身上了 我自己脱就行 你别弄身上了 好 慢 慢点 慢点 你别粘 粘上啊 好 我小心 小心点 杨光 杨光 老汪 老汪 你怎么来了 找你拿身份证啊 那个 身份证在办公室呢 好 老汪 你别生气 你听我给你解释好不好 我其实我在 把衣服装好 不是 我的衣服上都是胶水 特别味儿 杨光 这 这是我老婆 早上好 你好 老婆 这事怪我 至乱的出差 还没把身份证给你准备出来 别着急啊 你别生气行吗 老婆 我就是浸了一身胶水 然后我们就去厕所洗一下 这儿来 这儿来 你别生气了 老婆 你别走啊 老婆 你听我给你说啊 齐南他是这儿的老板 闭嘴 嫂子 齐总 你过来 我跟你说点事儿 妈 你怎么还不睡啊 不是等你呢吗 怎么了 高密参加了一个孕妇训练班 你知道吗 不知道啊 什么孕妇训练班 她已经去了一段时间了 她已经去了一段时间了 今天呢 我陪她去了一趟 这个班里的孕妇啊 都是老公陪着老婆去的 就她是一个人 我看着都心疼 我跟你说啊 现在可是关键时刻 你要以大局为重啊 我承认 当初呢 高密嫁到我们家来 是有一定的目的性 但是 从她怀了孕以后啊 我发现 她什么事情都自己扛 慢慢的 我觉得这孩子 还是挺不错的 比你那个汪雨啊 强多了 妈 你能不能别什么时候 提到汪雨行吗 还有 这高密为什么给我生孩子 你也不知道啊 我告诉你啊 不管为什么 反正她肚子里的孩子 是你的 你就得关心她 下次啊 你把手头的工作 给我推一下 陪她去训练班 听见没有 别弄得孩子没出生 就搞得没爸爸一样 知道了 我去上楼了 你怎么了 今晚上 能住这儿吗 都怪你 不是 你们家留爱 听说你辞职了 火鸡火鸟给我打电话问我 你在哪儿上班 我能不说吗 我应该不说吗 我敢不说吗 再说了 我之前不都教你怎么跟她说了吗 那这么长时间了 你没跟她说 你 你真什么呢 那我也没想到 传忙这么快啊 行了 刘爱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我去跟她说说就没事了啊 我跟她解释了 可是她现在出差呢 手机也不接 微信也不回 一点反应都没有 都快急死我了 该 你还笑 你有没有点重庆心啊你 我还跟你说 那天我是没在 我要是在的话 我上去就跟人一拳 是谁不好啊 非得是齐男 这可真是你二人闯大祸啊 这人啊 知人知面不知心 你问清楚了吗 我为什么误会吧 我想问 你得给人家一个机会 让人解释清楚啊 有什么可解释的 刘爱 咱真碰到渣男 那也就算了 那碰到好男人 不是还得珍惜吗 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呀 我就在你们家接住几天 不行啊 我们家你随便住 但这事儿 你到底怎么打算的呀 不知道 没想好 我把手机关了 不想让他找我 那阳光还不得报警去啊 他呀 在家放炮呢 上车 我们同路吗 今天我陪你去产前训练 送你 为什么要送我东西 怀孕的礼物 谢谢 我带着试试吗 上课的话 带饰品会不方便 赶紧走吧 这个得要堵车 再不走来不及了 蜜蜜 老师 老公今天终于陪着来了 神秘人物啊 不神秘 他今天正好闲着没事儿 那我进去活动一下 一会儿开始了 好啊 走啊 什么叫做不神秘 什么叫做正好没事儿啊 我今天可是推了两个 非常重要的会议 特意陪着你和孩子 来参加训练班 邹总 意思是说我还得好好谢谢你 是吧 不客气 那个 把热水放毯在旁边 我一会儿就累了要喝 别放太近 影响我做动作 放远一点 好 现在我们把双手放在肩膀上 来向前绕肩 八 九 十 好 停止 我们原地休息一分钟 放松一下四肢 好 水太凉了 刚运动完喝凉水会影响孩子 麻烦你去帮我换杯热水 你故意的吧 影响孩子要热水 哎 这位先生非常勇敢地主动想要为我们演示接下来的环节 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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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我们只是在一起 好 胎洞大家一定都听过 但是听胎洞的方法呢各式各样 如何让我们的孩子更好的 去感知爸爸的关心呢 下面我们就来教一些小技巧 好 请这位爸爸呢 来做出平时习惯性的 听胎洞的动作 怎么弄 去办后面的垫子 那个垫子 粉色的 快 丧我了 丧我了 好 可以开始了 平时习惯性的动作 听胎洞 噓 是 个案子 如果我变成了 我变成了 来 阿远 用来 瘦 你听到了吗 哇 我听到孩子在踢我 请问你贴着妻子的胃部 是如何听到胎动的呢 你是不是没听过胎动啊 凡事都要从零开始 第一次做爸爸妈妈 紧张是难免的 来 我们去尝试一下 用我们的这只手 放在妈妈的腰部 好 左手拖住背部 来 将左耳贴在妈妈的 子宫的部位 好 轻轻地贴上去 以后咱们听胎动啊 千万不要学习这位爸爸 声音太大会吓到宝宝 一定要用心去感受 对 我们下面可以去尝试一下 其他的爸爸妈妈 也可以尝试一下 爸爸们帮助一下妈妈 好 轻轻地贴在 子宫的部位 感受一下 很棒 去保持我们的呼吸 用心灵去和孩子沟通 好 可以尝试闭上眼睛 我们的呼吸 呼吸连成一体 呼吸的频率很均匀 缓慢 把你想说的话 说给孩子听 用心灵去沟通 热的 谢谢 我知道 我们以后不一定会在一起 但是这段时间 我的孩子 我希望你能够尽力地配合我 可以尽到一个 父亲应尽的责任 至少 在让孩子安全诞生这件事情上 我们两个人的想法是一致的对吧 其实这段时间 我也试着在调整自己 我想你应该也看出来了 我也在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 因为我知道 孩子虽然还没出生 但作为妈妈 我的每一个表情 每一个动作 她都能够听到 也能感受得到 虽然 我们不一定会有未来 但至少 我想给我们的宝宝 一个很好的胎教 我会尽全力配合你 嗯 很好 至少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嗯 你吃点吧 很好吃的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没有了 没有了 好 行 那先散会吧 好 行 那先散会吧 好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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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回去后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你这么说 那就是有事了 要不 我去和嫂子说一下 不用不用 千万别 你要一说的话 我怕事更大了 我先走了 好 来 你们俩好好打 我先出去了 好 好 好 谢谢小姐 好 来 好 来 走开 好 来 刘艾 还生气呢 你真是 你看这几天又不接电话 微信又不回 你想急死人啊 别致气了 别致气了 有什么话咱回家说也行不行 等回了家我给你解释行不行 咱们别在小姨这儿闹 让人看笑我 你看你还来劲呢 你说 咱俩这么多年 我什么人你还不知道 我跟秦南什么都没有 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 老婆 咱那 别不高兴了 别不高兴了 杨光 你还爱我吗 你 干嘛这么笨啊 我当然爱了 咱俩在一起十年了吧 这十年 我不管发生什么事 第一时间会告诉你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 我妈和你 是我最爱的 也是最信任的人 所以在你面前 我留爱是毫无保留的 对吗 对对对 那你呢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告诉我 发生什么大的事了 不是 你还不明白 我是怕你生气 怕说出来你不开心 我就是去她公司干活了 她给我开的条件 比原来那公司要高一倍 而且我在原来那公司 你也知道就那些人 我在那根本 根本待不下去 我这不是也是想 咱们房贷什么压力这么大 我是想多挣点 帮 帮你分担一些压力 我这之前我 我跟她拜把的那个 你要看见 你就不高兴 不高兴我 后来我在想 我跟她在一块上班 我就想找机会 再跟你解释一下 可是你看 我那也不知道 会出现今天这种状况啊 苗光 我输了半天 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为什么生气对吗 我生气不是说 你跟秦南有什么 我生气是你不应该骗我 知道吗 十年了 我突然觉得你特别地陌生 很可怕 你知道吗 你说这个家 你要撑起来是吧 我是谁 我是你老婆 你有什么事情你应该告诉我 算了 我觉得咱们俩呢 都冷静冷静 先分开一点时间吧 都好好想想 来 慢点 慢点 那么烫啊 还啥一赛啊 刘艳 你们家杨光呢 还不来啊 她呀 她加班来不了 蜜 您老公呢 她忙 她也来不了 那周改公司那么大 她肯定了啊 蜜 你先看她 我踹一下啊 不用踹了 踹了她也不会来 你换牢啊你啊 她敢来不来 忙成那样啊 奶奶家 你呢 我的妈呀 都等着您呢 这肉得现味 这味道才对呢 小艾可很高密啊 就馋这口 您让我哥炒不就得了吗 你哥能炒我这水平啊 半下午的辣椒啊 我跟你说啊 这肉啊 是我大早上拿回来的 老刘啊 他知道我做辣椒炒肉 可以给我溜的 妈 那老刘 对你还有意思呢 鸭子疯了 我跟这妈这么说话 妈 这不夸您吗 说明您有魅力啊 去去去去 你还去多管管 小爱吧 那阳光为啥不来啊 她也没说不来吧 也许俩人这闹点别扭 没事 您可得好好说说小爱 你说她这脾气 那老欺负人 那阳光再老实 也得出事啊 您哪知道谁欺负谁啊 妈 小爱是您外孙女 您别胳膊肘向外拐啊 老向的外人 我这也是为咱家婚妮好啊 你说 阳光那么老实的孩子 您以后上哪儿找家 也就是阳光吧 换了别人啊 谁能受得了她能爆脾气 妈 他们的事啊咱不管 咱也管不明白 阳光来了 你怎么才来的 她就都等着你呢 陆大少 不你是不是有点过分热情了 那我跟周凯没有交情 那阳光我必须得叫啊 听说我可不是为你俩 我为我妈 这我又不想让楠楠生气 我妈什么俩 我妈不就是想去 妈还已经吃了 来来 大舅 迟到了啊迟到了啊 是是 妈 回头你得罚你陪我多喝两杯啊 好嘞 这给您拿的酒 呦 瞧见没有 关键时候还点阳光 阳光 哥过来吧 妈 那个还一个菜 咱们就开饭 好好好 哥你赶紧过来吧 看这酒 妈怎么还不来啊 正在给他们做 他们最爱吃的辣椒炒肉呢 还不让我管 把我赶出来了 你们两个 可是你奶奶的心肝宝贝 有口服了 有口服了 我 我去打个电话 吃饭呢 打什么电话 行行啊 忙 特忙 酒杯好像不够吧 喂 你现在能来烫奶奶家吗 没什么 就想一起吃顿饭 妈 怎么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没事 没事 别安心啊 放心啊 病人现在情况 已经基本稳定了 暂时还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 你们都是病人的家属 是是是 那您是 这是儿子 是这样 病人情况现在有点复杂 你跟我来一趟吧 行 我去看看 请 我陪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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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啊 没事 没事 走开 你怎么回来呀 没事吧 奶奶怎么样了 暂时能听了 但是具体还没说呢 你快看看命运 她吓坏了 走吧 病人呢 患有二肩八目 冠病不全 如果不及时手术的话 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那岁数这么大了 会不会有风险啊 就是鉴于病人年龄的问题啊 存在很大的风险 所以需要你们家属考虑一下 大夫 给我点时间让我想想 小艾 小艾 那个 你先回去吧 他们要是问的话 我就说你加班 你还生我气啊 咱俩的事 别让我妈知道啊 姥姥病了 我妈已经够闹心的了 那什么 要不你回家住吧 我去大刘那儿凑合几天 再说吧 你俩干吗呢 姥姥醒了 奶奶 想不想喝水啊 姐 小艾 小艾 又来了 小可爱 以后不许这么调皮 听见了吗 别怕 燕王爷不要我 说呀 我还没看见 我的从来孙子呢 不难受了 那什么 这都忙一晚上了 要不都回去歇着吧 明儿 休息好了 该上班上班吧 对 你们都走吧 我跟我哥在这儿 行 那爸 姑姑辛苦你们了 那我跟邹凯先回去了 然后等我们休息好了 再代替你们 那不行啊 你现在怀哲玉呢 哪能来往医院跑啊 你还是先回去吧 那个邹凯 你赶紧送秘密回去 你 要不这样吧 我出钱 多找几个护工 这样大家都不辛苦了 干吗 子凯 心意领了啊 其实我们家 也不是说顾不起护工 你这外人和家里人看着 他感觉不一样 不是 爸 这孩子也是好意 就是爸 这邹凯不是故意的 你们千万别误会啊 他主要是怕大家 守一晚上太辛苦了 妈 李姐 嗯 知道 谢谢啊 周凯 那个奶奶 我回头再跟他来看你啊 回去吧 行了行了 那我们先走了啊 行了 走吧 赶紧走吧 你们两个 路上注意安全啊 放心吧 好 颜光 来 来 来 颜光 姥姥 嗯 她和照顾相爱 她要欺负您就告诉我 好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嗯 你 你俩先 先回去吧 我们走吧 走 走 睡吧 嗯 先走了 妈 先走了 好 先走了 就先走了 姐 要不我送你吧 不用 先走吧 跟我妈有事说呢 行 那我回头联系吧 行 妈我做饭去了啊 谢谢 姐 我送你了 谢谢 姐 我送你了 辛苦了啊 哎 哎 来 坐一坐啊 哎 来 坐一坐啊 哎 怎么回事啊 嗯 怎么不一起走啊 嗯 那个 不是路 演戏呢 没有 演什么戏啊 跟你讲别装 我刚才都看见了 怎么回事啊 真没事 小事 嗯 别多想 嗯 这别多想 我告诉你啊 你就姥姥现在躺在这儿了 这事可不小 你别在这儿给我添乱 听见了吗 听见了 我没那么不懂事 还说了你也不懂 走吧 行了 别操心了啊 我说什么了 哪有啥 我就不懂了 你要出去 嗯 有点急事 姥姥怎么样了 这病情算是稳定了 但是得做个大手术 刘艾呢 原谅你没有 没呢 我这还得在你这儿 多凑合几点 我是没问题 但你就能有点打算吧 我有啥打算 我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消气 等她消气 就等到猴年马运去 主动承认个错误 自觉点 我什么都没干 我认什么错啊 走呢你 你想不想回家 留爱不生气 那不就结了吗 承认个错误 又不会掉脑的 不是 那我 我什么都没干 我还得给她道歉 那我道了歉是不是就代表 我承认我犯过错误啊 我为什么要承认 我不跟你说了 我赶路 你有毛病你 我回家换套衣服 我回家换套衣服 晚上我去医院 你呢 我也晚上去吧 我妈她不让我老去 行 那晚上见 姐啊 你和姐夫好了吗 没呢 不是 你这打算气到什么时候啊 我告诉你秘密 这是原则问题 知道吗 我的好姐姐 有这么严重吗 你们是不是都觉得 我在屋里取闹啊 阳光这样我妈这样 你也这样 别别别别 姐 我无条件站在你这边 真的 你千万别生气啊 行了知道了 挂了吧啊 晚上见 什么情况 晓彭 不听话 冰箱里有思念水酒 煮五分钟就可以了 我们去歇着吧 我就不回去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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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着呢 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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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框呢 你自己杨框怎么没来啊 他加班忙 年轻人忙点好 你个小可爱 舅 你回去吧 换完衣服 谢谢 我在这儿笑 谢谢 快帮她也回去 很好 让我先送你回去 行吧 妈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快走啊 有爱陪你呢 妈 好好养她 那个 中午我再送点粥来 对对对 还有小咸餐 谢谢 好 行 你快回去吧 小艾 好 待会儿让我多说话啊 待会儿要休息 还不让我说话呢 有医生规定的 又不如我规定的 我快走了 好 慢点啊 慢点啊 躺了太累了 坐进来吧 叮 再给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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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吧 停 可以来这样 帮枕头往下点吧 好好 往下 来 稍微一点点好 可以吗 好好好 来 小艾啊 你又太别扭了 拿下去吧 不行 这个是监测 监测你的健康情况 不能打怪啊 好了 小艾啊 跟姥姥说实话 是不是又欺负阳光了 姥姥 我欺负她干吗呀 再说了 我这么柔弱 你蒙得了别人 能蒙得了姥姥 以前那次啊 不是把邻居那些半大小子 打得娃娃哭 你还守护我 你不能肩膀短 那是小时候好吗 我现在 我都女人啊 小艾啊 姥姥跟你说 杨光这孩子啊不错 你别耸气辱她老师 没有 你和杨光几年了 姥姥虽然老了 还没哭懂 你和杨光已经十年了 我就记得呀 你第一次把杨光 领到咱们家来那天 你笑得那个美呀 我看你长大 也没见过你那么笑 不至于啊 姥姥就觉得呀 嗯 这个男人你找对了 是你心里的那个人 姥姥 我心里确实有他 但是这个是相互的 他心里也得有我呀 姥姥 姥姥不是跟你说过吗 看一个人呢 不能看他说什么 要看他做什么 这十年来 阳光对你的好 我们都看得见 他不光对你啊 对你妈 对我 对咱家每一个人 都实心实意的 把我们当一家人 这可不是短时间呢 是十年 要是他心里没你 不是因为疼你 他不会这么做的 他 这个人呢 他捡了钱 可能开心一会儿 丢了钱 就能难过很久 别人的好 很可能啊 就轻易地忽略了 有人如果啊 稍稍做了一点不好的事 就会记得很长时间 很长时间 甚至一辈子 为什么不能多记点 让人开心的事 把不开心的事啊 忘了就忘了吧 孩子啊 你时间长着呢 能找一个对你好 你有爱的人 不容易 老老 为什么不问我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呢 我不问 我就知道两个人 在一起应该互相包容 互相理解 无论发生什么事 你跟阳光不能分开 你们之间的感情啊 老老看得见 老老就希望你们 能好好的 好了 嗯 放心 一定好好的 好 怎么哭鼻子呢 咱们娘俩 好好好 赶紧起来给我做辣椒炒肉 明白 好 好 好 哥 我现在就去医院了啊 那个剩的菜都在这儿 晚上的时候你把饭热一下 再去换我就行了 我现在吃啥也没味儿啊 哥 哥 你别太担心了 我觉得 妈现在的精神还行 妈还得赶紧做手术啊 妈同意了 那没说 那你跟她说的时候 她怎么说的 妈说她再想想 哥 那要是不做手术的话 会怎么样啊 医生说了 有点不做手术啊 我连一个月都挨不过去 哥 那还是得做呀 反正这事呢 我觉得主要还得你跟妈多沟通 她听你的 看看她到底怎么想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做不做这个手术 妈这个粘粘呢 咱们都得做好思想准备 行了 哥 那你快去吧 别让妈等着 好 那你中午去歇会儿 来 切点 切点 怎么样 看得还行吗 妈到底怎么决定的啊 手术做不做了 她好像还在犹豫 就下个决心 这么大岁数了 是啊 你说你跟着干吗呀 姑 我不是担心奶奶吗 那你现在怀上院子 没事别往医院跑 有什么事我叫你好不好 现在得休息好了 好 让他们回去吧 对啊 我在这儿陪你 对 你也回去 没事 我跟你说啊 咱日子还长着呢 可能是持久战 你想想手术之后 咱们还得 是吧 都得照顾 好吧 你们都回去 没事 你把他送回去 那今天晚上你们说在这儿 明天早上我来换班 再说 再说 倒戏再说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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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吧 快走吧 辛苦了 好 好 你慢点啊 好 慢点啊 哎 王大夫 这么晚了 你们来医院干什么呀 我奶奶病了 刚抢救完 那 有什么需要随之找吧 谢谢王大夫 你怎么一句话都没有啊 没什么想说的 什么情况啊 小姑 你刚才看到王大夫 怎么看起来怪怪的 嗯 我有吗 我都没注意 脑子里一直在想别的事 我知道 你是在担心奶奶 你奶奶年纪大了 生老病死 不都是人之常情吗 其实小姑你和我爸一样 只要不说话 就是心里都有事 在我面前 你就别逞强了 其实那天在急诊的时候 着急回去取钱 你一遍一遍把电话打过来 我就知道你心里有多着急了 那天 我是故意不等在手术室门口 我想 只要我在家 你奶奶就一定能回来 奶奶一定不会有事的 奶奶福大命大 她人那么好 老天一定会保佑她的 对了 你看 没事 我想回去陪陪我爸 奶奶现在生病了 我爸肯定很着急 你要不跟我一起回去陪陪他们吧 你回去吧 回去陪陪你爸 陪陪他聊聊天 我 我给你送回去 行 没事的 一定没事的 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事要忙 那你就放心去忙吧 我爸这有我呢 嗯 我还要再去个别的地方 如果有人爱上了 在这一万颗星星中 独一无二的一株花 当他看着这些星星的时候 这就足以使他感到幸福 他可以自言自语地说 我的那朵花 就在其中的一颗星星上 但是如果羊吃掉了那朵花 对他来说 好像所有的星星 一下子全都熄灭了一样 这难道也不重要吗 爸 羊真的很讨厌 为什么呀 因为他吃掉了小王子最重要的花 而且是唯一一个 可能他吃的时候不知道吧 那我也讨厌他 希希 这都是编的故事 别当真啊 高阿姨也说这是个故事 不过他说现实比这更残酷 我觉得高阿姨说得比你有深度 是 爸爸 嗯 我觉得高阿姨人特别好 我特别喜欢他 你呢 我啊 你喜欢他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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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的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来找你的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你看 你真的很漂亮 你给我一点时间 OK 一点点 今天没有时间跟你聊 你赶你让开 我今天真的没有这个心情 你干什么呀 Diamond 这是这是你你你你你你你 大听广众啊你疯了你 是 你快让开 你快松手 我咋给你松手啊 你走不走 走不走啊 你快和开 我走 你偷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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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你偷渐 你偷渐 你上来的 啥你上来的 你没事吧 没事 那我刚才看见你跟他 我不是因为他 你妈怎么样 你太大了 你也别太难受 我妈生我的时候 年纪已经很大了 所以从小呢 家里人都疼我 后来我非要出国年数 我们家条件很一般 全家人都凑签 我就想着 我怎么也得有出息 才能对得起他们 回国以后 我除了工作就是工作 我以为 等我什么都有了 就可以好好地陪家人 我没想到是 这么个结果 我妈说不信就不信 有再没救待的 其实 其实咱俩差不多 虽然你面对的是老人 我面对的是孩子 自从孩子 他妈跟我离婚以后 紧接着 孩子又生了这个病 这几年 这几年我的生活重心 就只有孩子和工作 我是又想拼命努力地工作 挣钱给孩子治病 同时又想多一些时间 来陪孩子 但是这怎么可能了 所以啊 这应该就叫 忠孝不能两全吧 这话说得不太准确啊 没办法呀 这就是生活 这就是生活 顺便